不要太擔心我這樣 因為他們比較容易擔心我們就 我們會不會身體不好啊 我們就說 就是說作息比較 然後又愛玩耍 所以可能作息比較不正常 那希望他不用擔心 因為就是 因為我的身體是遺傳他 所以其實很好的 不用擔心 那爸爸有什麼話要跟納豆講 因為其實跟他剛才講的 其實我們家的身體都很健康 而且我從來不感冒 是 那因為他有時候回去 晚上晚上 還可以怎麼哭哭掃 真的 心裡都很難過 納豆副職 伯伯你好 你以前好像不是很贊成他 走演藝圈這樣 其實我是蠻贊成的 因為 你自己想走 因為 我很想表演 那只是我沒有這個舞台 給我去表現 就是 喔對我記起來就是 但你去演一次電影以後 就不幹了嘛 對 因為那個 我忠言 納豆你是怎麼樣看你是個爸爸 我爸 我覺得其實我爸就是給我最大 就是他很樂觀 然後就是 因為其實像很多人長我們這種身高 大概差不多自殺了差不多了 喂 沒有啦 你這樣誇張啦 沒有啦 沒有啦 應該自飛嘛 為什麼 可是其實我覺得我爸就是都不會啊 那我也從頭到尾就是覺得 很好啊 因為 我為什麼一直在講說 你比你家人多高這件事情 因為 就是 會有成就感 不是啊 沒有 沒有一點羞恥心啊 那納豆麻煩你對 這個納豆身高滿意嗎 其實也不是說滿不滿意 人只要 沒有自尊心 沒有自憑感 我想他活在這個世界上 他就 對自己滿有自信的 那身高是其實 沒有自尊心這樣好 沒有自尊心太好了 今天本來要不要 因為我們矮的人 人家說他 阿仔有嚼看他不給他笑就好了 阿仔有嚼看他不給他笑 哇塞 爸爸是饒舌歌手 怎麼會很幼 大家小時候都有被爸爸打 請問你爸爸有打過 加倍作用 比如說我媽神氣在罵罵罵罵罵罵罵 然後我爸就 在旁邊可能睡覺或是聽到 然後就是他就會 因為被我媽 其實他在氣我媽 我不是說真的嗎 他應該就氣我媽媽 好 所以說你爸爸不打你都很猴 然後因為他嗓門很大 然後小時候印象他打噴嚏聲音很大 中氣十足 更大聲 超大聲 就好像演戲一個就是好大聲 納豆有沒有因為身高的事情 這樣而跟爸爸討論過 不過因為就是 我也不知道是我爸害的還是我媽害的 其實也沒有 我有一個疑問想要請教 就是說兒子被人家欺負的時候 你們做爸爸怎麼辦 譬如說今天 納豆被究極欺負了 為什麼要我 好 這樣 好 納豆被王偉忠透露一頓 對 那不會怎麼辦 其實我知道的 這是一定要講實話 已經上個你們節目講實話 是 他從來我記得印象裡面 他從來不會回來說 誰欺負我怎麼樣 他就從來 是不是他的內心世界很堅強 我是不曉 但是 他在外面自己也贏了 當然 他好像 我一直跟一個孩子的交流說 人可以退一步 我們讓他欺負沒關係 不要想占人家便宜 是 說不定這樣的話 你的內心才能夠吻乎自己 扶貧自己嘛 你不要去嫁到外面的什麼事情 是不是煩的都沒事 一定要看問原因嘛 是 那基本上這種事大概 在他身上也很少發生 那如果說今天沒有原因就被欺負了 怎麼辦 那要找回來啊 還是找回來嘛 真的要找回來 至少道理要說清楚 對對對 你為什麼要欺負我 然後如果你是惡意 那當然我也很 比他還惡意啊 當然 這個是做父親應該有的一種 原來傳說中 你一直有個黑道老大在照的 就是你爸 那要懂 那要懂 我還是那句話 但是我沒有那個陳爸爸這麼有修養 好 預備 起 你們印象中喔 有沒有爸爸做了什麼比較 感動的事情 或者是爸爸覺得小孩子做了什麼感動的事情 讓你們有感受 在我的印象裡面 其實有一次我們夫妻喔 那時候他們還小的時候 可能家裡切錢或怎麼樣 那兩個孩子很貼心 趁著我們睡覺 那隔天晚上的時候 起來的時候 他們就把他們的零用錢 放在我們的床頭這樣子 那知道說他們兩個 可能他們偷信到了這些話 那其實現在他們也不知道什麼事情 那都他一點最 也是 除了這一點因為其他 像我55歲了嘛 那眼睛有點老花 他送 他就利用生日或是爸爸的節 他送了手機 那個手機就字子又很大 你知道我能夠很清楚人家來電 他找一次 他找到那個聲音特別大的 爸爸做過什麼事讓你覺得很感動 其實我爸他是那種 就是平常在家裡面比較 就是比較酷一點的那種 但是他其實他做很多 他不是酷吧 他就不管吧 我沒贏 我要喝酒 他就真的 就要酷一點 但其實他關心我們的地方 其實都是很小 比如說他突然就切一盤水果 然後就 放在桌上的人就走掉 然後就是 你就吃 然後走就掉 然後這樣晚上啊 我媽的時候半夜在那邊叫肚子 然後我爸就一定會起來 弄麵線給他吃這樣 然後印象最深是有一次我媽 就是追尖盤突出嘛 然後就幾乎就在床上 對 不能起來 很慘 然後那一整段時間 全部都是我爸 就是背著我媽 然後上上下下樓梯 我們還沒有電梯四樓 上上下下這樣子 你還說是媽媽愛上你 我看你很愛你媽媽嘛 對不對 反正之後我才覺得說 那我爸我覺得說 心裡愛你不是要這樣子 但是他背媽媽 你感動什麼 就是 他是我媽啊 這麼簡單的道理啊 對啊 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怎麼沒有想到 一般人媽 你會講自己的聲音 自己的聲音 那你這樣講到媽媽 表示你也很愛媽媽 是 好 母親節我們再來談這個 是送帥居嗎 對 來 今天我要送我爸在這裡 因為是因為今天來這節目的關係 人家要手機 你復活動去 沒有 就是各界都不一樣 就是前面 後面然後手機在車子 來 其實因為 就是因為昨天要來這個節目嘛 然後後來就說 要找一些跟爸爸的合照 那發覺其實真的不多 很少 對 那想說 我就想到那我就買一個相機 送我爸好了 那這相機因為它是四格 就是一次按它會 啪啪啪啪這樣 然後上面有四個閃光根這樣 其實這個東西 給你爸講 我們都懂 可以視頻拍的 那反正就是這個相機 就希望因為我爸很喜歡 他很喜歡那個 拍照 他很喜歡做太極導映 那可以把這個 他的動態動作拍下來這樣 原來你是 一代宗師啊 我現在看到太極 他不要劈腿 他身體還是很硬朗 對 他在做太極導映 這是你的福氣 對 但是這樣練身體是好的啦 對不對 那今天收到這個一個 很怪的一個當中 就是要講的 內心有沒有很感動 那當然 你兒子送的嘛 對 那納豆有沒有什麼事 要跟爸爸講 我也是希望就是說 我爸能夠繼續就是 保持他那麼快樂的心 然後不要太擔心我這樣 因為他們比較容易擔心 我們就會 我們會不會身體不好啊 或是說 就是說作息比較 然後又愛玩耍 所以可能作息比較不正常 那希望他不用擔心 因為就是 因為我的身體是遺傳他 所以其實很好的 不用擔心 那 爸爸有什麼話要跟納豆講 因為其實他跟他 剛才講的 其實我們 我們家的身體都很健康 而且我從來不感冒 是 那因為他有時候回去 晚上 半夜還可以怎麼哭哭掃啊 真的 心裡都很難過 就是比較擔心他的身體 那其他應該沒有什麼東西 那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納豆現在有幾個女朋友 講實話 想走啊 想走啊